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第三度获得了国际合唱联盟邀请 将在4月底参加在土耳其举办的世界合唱大会 同时也获得了安卡拉国际音乐节的邀请 这次合唱大会台北爱乐将以印象台湾为主轴 精选台湾及国际上知名作曲家的作品 另外还有一首由主办单位清点为台湾团队量身打造的作品 将在这次巡演首度曝光 优扬美声传遍音乐厅 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靠着坚强的合唱实力畅想国际 现在跟第三度获邀参加国际间的合唱盛事 世界合唱大会 4月底要前进土耳其表演 世界合唱大会是一个每三年举办一次的 全球性的一个国际的合唱音乐活动 挑选了10个合唱团去表演 那很荣幸的我们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 也是获选为这10个团队之一 那其实整个亚洲只有两个团队会邀请 过去台北爱乐曾代表台湾 参加1996年由澳洲主办 还有2002年由美国主办的世界合唱大会 这次也获得在土耳其演出的机会 将以印象台湾为主轴 除了精选台湾及国际上知名作曲家的作品 更有一首为台湾团队量身打造的歌曲 融合国语 拉丁文 希腊文 土耳其文 四种语言 将在这次巡演首度曝光 有一首歌叫做《牙》 生牙的这个牙 是大会 就是主办方 他特地委托了美国的作曲家Banks 所新创作的歌曲 然后特别指定由我们来在这个大会上 做世界的首演 除了参加世界合唱大会 举办三场音乐会以及导督奖座 台北爱乐也获得安卡拉国际音乐节邀请 将在土耳其新落成的总统府音乐厅演出 名副其实的台湾之光 要带领世界听到台湾的声音 记者桃逊修明 不看得到